好 大家好 又回到齊學股斯文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就是《公志真者》 看《公志真》就相當出名 詳細說又不是 不詳細說又不是 更加不是 因為《公志真》本身中學都會讀過一些詩 因為提到香港 尤其是提到香港 難免都會讀到他的詩 他本身是一個晚清著名的文人 家裡的名氣都很大 因為他父親是江南的所謂兵秘道 他母親原來是段玉才的女兒 段玉才是清代說文假字的住 那個住者就是段玉才 他母親就是段玉才的女兒 他父親也很厲害 而他那個地位呢 所謂寫詩 那個地位呢 最經典的形容就是 柳雅子 就是形容公志真 是三百年來第一流 所以就 大家去學 譬如晚清文國的詩 一定必然會學到公志真的那個作品 另外提起公志真全是詩人 著名的文人第一流之外呢 也難免一定會有聽聞的 就是他跟另一位很著名的詩人 女詩人 顧泰青的那個 非文 既然叫非文 要加引號 因為既然 加不加非 加不加引號也好 說非文 非文的東西 一定沒有辦法證實是真 還是假的 而這個非文 就算不是說是今天的故事也好 或者是當時也傳了很久 即是晚清的小說 葉海花 都有提到這段非文 這段非文 在當時應該傳了相當久的時間 基本上可以說 類到古太清這個 人那個所謂 有傳去腦裂 即是古太清中萬期可能比較淒涼 因為可能都是受這個非文去 即是女士 始終是一個 輔導人家 但他不是嫁給公子珍 而公子珍 後來有傳 即是有傳過公子珍是被人殺了的 你不知道關不關這段非文 但是公子珍是被人殺了 這裏就真的沒有確實自己的記載 或者怎樣了 那只要這段非文 剛才說過了 晚清的小說 葉海花有提到 另外呢 青木文賽 有那位文人叫徐柯 有本很著名的書 就叫青皮類抄 也有記載到這段非文 大概非文的故事就是 始終他們當時是認識過 後來呢 古太青就嫁給青代的宗室叫逸潰 逸潰 逸潰就是乾隆帝的真孫 即是 他那個蜜就是 所謂五雅哥 永期的蜜 五雅哥永期 可能大家就會想到 橫豬格格的永期 即是五雅哥 後來逸潰過了新鮮 逸潰過了新鮮 逸潰過了新鮮時候 古太青只不過是40多歲 後來沒多久就被夫家迫遷 因為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公子珍有一組詩 叫紀駭集詩那裡 也有提到 即是他把古太青的作品 在書上面 即是禁成一個內容 於是 然後飛聞就出來了 這個飛聞就很著名的 就是所謂丁香花案 或者叫做什麼 丁香花公案 因為這樣 大家就會認為 古太青 因為這樣 下半世 水洗 水洗 水洗都洗不清 因為始終 在當時 名字對女人來說 是相當重要 對不對 直到可能 差不多要 他們過了新之後 學者 文人慢慢研究 去拆解這件事 才開始還回 他們兩個的一個公道 對不對 那我就比較相信 後來的人研究 就是研究 就看回古太青 為什麼後來被 譯會他們的夫家 這樣迫遷遷遷的原因 可能真的跟他們的家族爭鬥 影響到 古太青 本身在裡面的地位 都未必太高等等 原因有關 就多過 跟他們的非文有關 這個就是我 想送的東西 這個就是題外話 當然有興趣 大家 去了解 《丁韓法公案》 其實上網都查到 很多很多的內容 今天介紹他這篇 作品 夜座 其實是一篇 很簡單 很簡單的作品 而且也是公志真 很早去寫的 這篇 這篇 寫於杜光三年 當時公志真 只不過是做一個 內閣中書 即是做教隊的官位 其實他考過幾次回試 考了四次回試 而當時 剛巧他就第四次回試 是衰了 那當然就覺得 考了這麼多次都不行 你就會質疑那個考試制度 即是質疑那個遊戲規則 就多過質疑自己 不行的 更加 之前幾次不行 你可能會衰運氣 但都第四次了 又衰了 這樣自然會衰那個 即是本身 會衰那個制度 你的遊戲規則有問題 就好像經典兩前的影片 就說 你夾不到東西 你就說 你的東西壞了 一樣的 對不對 很自然 會先把責任 在別人 不在自己的 好 這個就 扯遠了 我講回整首詩 這首詩是典型的 七言六詩 起承轉合 都很分明的 春夜傷心 作惑平 不如放眼入清明 一山突起 憂勞到 嘩 萬賴無言低助令 菜上刺騰奇旅戲 乾燈久韻小微星 從來不出 雙女問 互出 尚我 思 語 聽 很明顯一首 典型的律師 一定是首恨美聯 都齊齊了 首先首聯 那裏 春夜傷心 作惑平 夜晚 春夜 春天夜晚 或者春宵黑值千金之際 你竟然坐在那裏 一個人坐在那裏 說平風 不是春宵黑值千金 怎麼搞得那麼可憐呢 對不對 一定有些不開心的事 那這裏呢 他好懂 好懂看開 和自己去 調節自己的心情 不如放眼入清明 馬上 將眼界 放在屋外面 放在屏風以外 上面的天空 知道自己 再在那裏 就會抑鬱 或者不知自從怎樣 或者怎樣 那裏呢 那裏呢 就出外邊走走走 散下心 藉著所謂 看看天空 看看宇宙 那裏呢 就是思考人生 那裏呢 一山突起 幽靈度 萬賴無然 帝座靈呢 那 出去了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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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後寫著是帝座靈 即是會不會是皇帝聖上的龍座呢 大家就開始仔細體驗一下 菜上似藤奇女戲 江東九韻小微星 這裡就難免用到典故了 奇女戲就用到漢書的典故 漢寶帝在外面巡守期間發現奇女子 一個奇女子 封為夫人 這個典故暗示朝廷不適所謂的山間人才 這裡大家就很容易聯想到公治珍紀學雜師 其實有一句很出名的 北區一格幹人才 可能這個由頭到尾就是公治珍的主張 江東九韻小微星 小微星呢 指四樣東西 處事 議事 博士 大夫 這些都是即稱來的 就不是今時今日博士 感上天花的博士 即是不是解PhD 就講到呢 因為 你 那顆星很微小 你沒有人得知的話 就會人才凋零 這裡 都是一個出自史記的典故來的 這兩個典故加起來的聯句 你可以聯想到 就是剛才講公治珍的經典 就是北區一格幹人才 但是 北區一格幹人才呢 這句很理性的 但是在這裡 江山似藤奇女慶 江東九韻小明星呢 你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 相對有點悲憤 從來不出雙雷民 緩出尚鵝 詩與聽 這裡 又是去到典故了 就是 經典文人尚鵝的兩個典故 一就是屈原 第二就是尚鵝 那大家知道 屈原就是 不得知 那最後是被 流放 頭傷水而死 而死 那相對文這裏呢 就是屈原一篇 天文的作品的那個典故 這些類似的故事呢 從來不缺的 但是那些人呢 聽完說話 從來就不會記在這裡 不會存在腦海裡 尚鵝的故事也是 流於作品裡 很多人都會記得 但是呢 背後那個 就是所謂 不開心的感覺 又有幾多人 就是有人記得呢 那這裡呢 又成為了 公自珍的 就是要書法 所謂那個 借事書法的那個典故 始終就是 又會想起一句 上俄 英會偷靈藥 北海青天野野心 去到月球 去到月球 你自己一個 你就會 一種怨恨 一種頭悔出來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典型 這兩個典故 當然是 剛才說到的 典型 文人經常用典故 而書法自己的 在這裡 就是也都 不例外 那這首詩 通常大家呢 就會將 那個內容 跟公自珍自己 考那麼多次科具 都失利 就是 就是 會質疑那個 遊戲 遊戲 找人才的制度呢 就結合起來了 那當然都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我相信呢 我認為呢 那種書法的粉痕呢 就多過 剛才我說的 旗後 旗海雜思 那個北區一格幹人才 那個禁理性 就是沒去到這麼冷靜的 始終 在 就是 道光年間 公自珍年紀 未算太大 就是 那自然有些什麼 就寫什麼 所以就實質很簡單 它只不過是 晚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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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 第四次 會試 第四次 就有這樣的書法 就未去到其後 就是這麼冷靜 去質疑那個 所謂科具的 那個 制度 那 而今天為何和大家分享這首詩呢 剛才就提到了 最典型的 就是 文人精神用的兩個典故 北如 和常學 這兩個 所謂 故事 文人會怎樣用呢 我就覺得 公自珍在這裏 就用得很 就是 簡單 精種 不分大家又可以去 寫詩的時候 去學一下 去學 去讀作品 讓得多感受一下 那 那今天呢 就講到這裏了 下次繼續 和大家齊學古斯文 好 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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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